欢迎收看由邦港出声和HKG部联合制作的人物访谈系列 今天我们受访的嘉宾是香港升旗队总会总监许震龙 香港已经回归祖国25年 但国民教育的推广却未有显著成效 直至到2019年爆发的反修例风波 彻底暴露了香港在国民教育方面的短板 政府才开始意识到香港学生需恶保国民教育课 无奈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要解决这个固质需持之以行才可以见到成效 近日荃湾盛方制中学爆出14名学生在组会升国旗播歌的期间 作出不尊重升旗礼仪式的行为 被校方勒令停课三天 我们乐见校方秉公处理 但事件也反映出本港国民教育仍然有待加强 今年10月19日李家超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 提到政府将于本立法年度提交的 区期和区徽条例的修订草案 和国期与国徽条例和国歌条例适度地保持一致 此举仍贴合国民教育 有助增强港人国民身份认同 香港升旗队总会总监许震龙 早在2002年就在教联会黄楚彪学校成立了 全港首支小学升旗队 今年9月 许震龙先生更出版国旗国歌国徽知多少系列的读本 依照青少年读者每个阶段不同的阅读习惯 和学习实践水平 分为幼稚园编小学编中学编三冊 向学生介绍国旗国徽国歌相关的基本知识 法律条款 礼仪操作等多方面的内容 帮助青少幼儿读者更加了解国家象征 培养外国情怀 我们今天欢迎香港升旗队总会总监许震龙先生 你好 许震龙先生欢迎你 其实许震龙先生我们知道 你们在2022年的9月出版了三本给学校用的 国旗国徽国歌的知多少系列的书 其实什么启发到你出这三本书 和当中的意义是什么呢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这三本书其实国旗国徽国歌都是国家象征之一 这三样东西其实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应该很熟透 但在香港这个情况相对比较特殊 我们对国旗会认识多些 但国徽可能也不会知道太多 但国歌的来源可能我们也知道了一部分 所以变成我们在早前曾经筹划过 就想出版这本书 就希望换醒教育界 特别是阳、中学、小学和幼稚园 他们都能够有一些易读的普及读物 让他们对国家象征从小就有所认识 刚才你也有提到 你们这三本书是分了幼稚园篇、小学篇和中学篇 其实内容都是循序漸进 由淺入深的 包括了国旗、国徽和国歌 其实我们看到幼稚园篇里面 大部分都是基本知识 小学篇在三本内容之中是最详细的 亦都有些故事形式的方法去演绎 至于中学篇是以知识为主的 其实可不可以和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小学篇是最详细的呢 幼稚园因为他们还是小的 所以书本的阅读很大机会 透过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去看完之后 去演绎给他 所以里面都有一些小故事 方便他的记忆和他对这方面多一些的兴趣 小学开始的越动能力就提高了 所以变成里面有浅白的介绍 并且对于一些相关的礼仪 我们也都特别重视 然后略略提一些法律法规 让他们有所认识 当然小故事是离不开的 而当中除了这些之外 也都对升旗礼仪 包括了摘旗、阳旗等等 都比较详净的描述 就变成了学校的老师和学生 都可以自学 或者透过这些去对照印证 至于中学那方面 由于他都年纪大一点 变成他对于一些规范化的资料 就会认识得更加多 所以变成内容的描述就比较详净 而对于法律法规那方面 就特别强化了这部分 希望方便不同阶段的学习 令到小朋友都能够透过自学 包括自己 包括家人或者老师 去推动这个知识 其实我们开始看这三本书的时候 小学篇应该由六岁到十二岁 就是小一到小六 我们当初看的时候 其实是否因为这个年纪 吸收的知识是最开放 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所以知识在你们这个篇幅里面 是最详细呢 在这个学段 我相信小朋友 从幼稚园升上来之后 他对自我的感觉 或者对自己的成就感 都会比较强的 所以变成透过阅读 他们也会探求知识的慾望 相对也会比较强 所以变成这本里面 其实就包含了相对丰富的材料 让他们如果透过自己的学习 也都容易吸收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下 有没有一些老师或者用家 接触完这三本系列的书籍之后 有些什么感受呢 这三本书就不同学段的校长或者老师 他们看过之后都有不同的回应 包括幼稚园他们就非常之欢迎 因为里面那些小故事 是方便他们在课堂里面 演绎给小朋友的 而那些故事 其实有些我们可能都没有留意过 包括两秒钟 来不来呢 其实不来 两秒钟可以讲到故事 是 这么厉害 讲一个关于两秒钟 就是我们97年7月1日回归的时候 我们的国家安民奔 为了两秒钟 正和英国增持了16轮的谈判 就是为了要确保 1997年7月1日凌晨凌时升起国旗 那这些故事可以让他们能够感染到小朋友 包括识唱国歌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大家还记得 当年2010年的时候 其实在北欧 北亚地区其实比较多动乱 就是当时利比亚去埃及的途中 怎样过海关呢 可能你都记得 就是他们丢失了护照 最后就是 怎样证明他们是中国人呢 就是大家同声高唱国歌 去证明自己的中国人 所以有很多这类的故事 我们搜查了就是方便家长和老师可以演绎的 所以变成了校长老师看完之后 他就觉得非常之方便应用 亦都增长了他们对这方面的理解和认识 而小学篇我们的制作就是 除了订立一些小问题之外 更重要就是说 在里面开始将一些升旗的礼仪 甚至摺旗 阳旗等等 都是图文化了它 就是好像一本秘笈那样 逐个动作去解剖 所以小学老师看完之后 如果他过去都认识 他觉得是一本很可靠的资料去重温 而我们在里面有三节的部分 都有一个的二维码 只要他掃描之后 他就可以看到一段活灵活现的 实际拍摄的片段 所以变成除了一个书本之外 更重要就是说 他们是可用性高 对于小学生来说 他可以自己看 就是掃描了可以自己重温 对于大人来说 亦都可以一起去学习 中学篇其实对于礼仪亦都非常强化 我们就会提供了一些表面资料性 但实际上应该是到今天都未有人提过 譬如我们提到国徽 我们很少用 但在天安门上面的城楼的国徽 究竟换过多少次呢? 好像又没有什么人知道 由第一代 我们都不知道 先后四次 到今天这个是第四个 由最初的时候 其实是想铸造金属 但做不及 就做了一个木 但木的怪了一年之后 就在金属的沈阳那里做起 怪了金属 但后来在天安门城楼重建的时候 即是70年的时候 就换了一个金属 即是说一层一层 都用了几十年 去到2019年国庆七十周年的时候 就换了一个新的 但为何现在我们又要用木的 不用金属呢? 它亦都有一些理解给我们知道 所以变成既可以有趣味性 亦都可以层层递进 所以甚至乎有些就是说 我们国歌 我们只是在书本上知道 1935年有 但我们知不知道 其实我们的外国朋友 他在40年代的时候 唱响全球 大家都知道 所以里面我们也找了一些片段 就是当年美国黑人歌手 这个保罗·罗伯逊 他用普通话唱的国歌 我都没看过 即是他给我们的学生和老师 立体地认识 其实国歌49年前已经有 但今天为何我们要用呢? 其实就是他的内涵和意义 所以整本书一套三冊 不同学段有他们的吸收能力 亦都有他们家校合作的功能在背后 其实刚才许总监你也有提到 在书本里面的内容 你就包括了星期礼的程序 以及奏唱国歌的礼仪 你也有提到希望令到年轻的一代 在不同年纪 就增加他们的国民身份认同 其实会不会和你自己创办了20年的星期队有关呢? 这个很明显是直接有关系的 因为在回归五周年的时候 2002年的7月1日 我们就创立了香港星期队众会 目的都是推动升国旗的文化 并且增强年轻人甚至社会大众 关心国家关心社会 国家象征其实是每一个国民应有的知识 并且对他进行一些的仪式 甚至乎遵从一些礼仪都是应有之意 所以在过去20年来都积极去推动 透过身体力行 透过培训班 今天能够有机会将他变成建筑文字 以及一个比较立体的作品 希望回继社会让更多的年轻人 甚至家长老师都能够掌握 许仲佳 可否跟我们讲一下 香港星期队总会 其实在学校层面 或者在学生层面 其实你们的工作范围是什么呢? 在过去20年其实在香港 都不少学校有参与香港星期队总会 最重要是说自从回归之后 很多学校都有这个需要 但是在教育局或者政府的层面 可能提供的也都不是那么全面 或者充足 所以在2002年我们开始举办的时候 其实当年已经有过百的学校参与 成为我们的会员 记得2002年的9月14日 其实就以600多人一起来参与 所以变成了其实在社会是有这个需求的 所以去到2009年我们就将队伍从中学小学 扩展到幼稚园 所以幼稚园的队伍到今天已经有13年的历史了 所以变成了我们的队伍是立体化 从三岁开始一直去到成人 即是离开了中学之后大学成人队等等都发展 而到今天中小有的队伍已经超过了六百多七百队 所以就看到社会的需求 这个是最重要的 如果譬如有一间学校 他们自己应该其实现在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都有很多学校在不同的节日 都是需要学校升旗的 其实如果他们真的需要有培训 他们是否可以找你们呢 这个绝对是可以的 因为自从过去两年 包括国安法通过之后 教育局也都提倡每间学校 就需要每天升卦国旗 和每周进行星期礼之后 其实对这方面的需求有效多了 所以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 我们都会提供足够的支援 而今天我相信星期仪式 是已经常规化 最重要是如何做得更加的专业和隆重 是的同意 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坊间 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的书籍 真的不多 似乎政府在推动这方面 真的非常之不足够 如果将你们这三本书 即教育局列入了一个教材 你觉得会不会对香港教育有帮助呢 这个我肯定是极有帮助的 因为国旗国歌国徽 表面上就好像人人都懂 但其实他的历史渊源 甚至乎一些法理基础 甚至乎一些法理基础 所以就被学校罚了 就是停课 在社会上面牵连了很多的舆论 我觉得真的好像 许中监你说的 如果教育局能够将你这三本的书籍 列入了教材 光明正大 这样令到无论是学生 家长老师 都知道其实背后 就是国旗国徽和国歌 究竟背后的知识 或者是历史是什么 应该是怎样用的礼仪去尊重 我觉得更加好 其实最近的一份施政报告里面 特首李家超都强调了要加强家校合作 希望每一间的资助学校 最少每年有一项和一项的活动 是被家长一起参与的 关于国民教育的 你觉得如果这三本 因为我自己也有看过你这三本的书籍 其实都是很容易去明白 而且都不是很沉悶 很坦白 如果将这三本的书籍 在不同年龄的学生 和他们的家长一起去读 或者去学 你觉得会不会是半功倍呢 这个肯定是的 因为在小学篇 其实每一个课题 都设定了小问题和小答案 而这些问题和答案 在书本可以找到 有些未必找到 但是我相信能够提升到亲自关系 因为一家人一起看书 一起阅读 我相信是极有帮助 而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些活动 去举行一些比赛 去推动对国家象征的认识 看来似乎这三本 比不同年纪的学生 国旗国徽国歌之多少的书籍 真的很应该考虑 是不是列入教材 去让全港狗的学校都真的用 今天多谢去仲监接受我们访问 多谢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部 帮我出声频道 按下这个小小小小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